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阿顏卓斌左邊那個 就是這個羅威的中堅來的 叫安達神是不是 來頭 來頭都不錯的 是 但實際的那一隊呢 這個 有待 差一差一差一 我資訊欄也說你沒有看 是啦 羅威夏蘭特 是啦 有多個夏蘭特 再加上有借了張廣言過來 是 想著不錯的 但本來我對鄧冠賢的認識是零的 除了知道他上季踢一下進鋒 搞不定之後被人拘捕了之外 就沒有其他了 其實鄧冠賢是一個我們所謂的 體育路線 不是紅褲子出身的教練 他其實就不是一條路線 因為你朱Sir那些其實以前是職業球員 鄧冠賢是沒有職業球員的背景 他在中學教體育 即是教學界的 他本來是 體育課 體育課 現在香港的中學學家是找教練的 不是找老師的 鄧冠賢是教中學的 教偷課 自己對足球很有興趣 就讀了教練課程 他有教教練課程 因為他教我的 他教草根教練課程 還有他有教U隊 之前 他教哪隊U隊 他教哪隊U隊 是啊 這樣合理 我以為難怪就出去了喝酒 我覺得他是有少少跟 有少少跟曉明老師是同一派 即是學院派少少的 我都會覺得 這樣就死了 但是你覺得他教你的時候 他是不是真的有這樣的能力 去manage一對球 其實他說話是firm的 即是我聽下去教 混蛋通常講得這句話 就是 好像卡丹奴 其實他也有兩隻腳 他也有兩隻腳 但是我覺得他 即是不論他教我那段時間 我看他打一對球的表現 我覺得很多時候是too ideal 那樣的東西 即是要考慮那個球員基礎的質素 有時候相差太遠 你要迫不得已去做一些戰術上的讓步 沒有得這麼理想地 每一場都前場壓迫 因為你要明白 你的體能是真的不夠一致力 這麼像曼聯 我想起米蘭 這麼像曼聯 你們不要兩個 一個想起米蘭 一個想起曼聯 真的 我聽他每一句都講得很懶惰 我會覺得他講的情況 是再走多一步 他會很要求一些球員 我拿到球之後 要去哪裏 去哪裏做些什麼 但是問題 你的球員拿到球 這一下都未做到 你說什麼後面 你怎樣拿球回來 他很想打中國足球 你看到他的球 他很想攻擊 他輸10比0 都仍然是保持這個戰術 繼續是壓迫的 他輸給流浪9比0 那一場 我是撿住屋體 他去到6、7、8比0 都仍然在前場押忍中 反正都在輸中 但是問題是 你穿上去的時候 陳田夢勢在你後面 對 這樣 再加上流浪 就是一場瓦灌 十場廣超 那一場流浪 差距太大了 差距太大了 流浪 那一場的評價 不是流浪打得好 是深水埗立散 散 散 對 再加兩三個 巴西外援 再加夾組腳 對 有一兩個夾組腳 還有主教練是 世榮 世榮 對 給我預期就是 降班了 你知不知道 世榮sir過北區 最大的作用是嗎 直接搞死了結子 OK 朱sir沒有世榮sir 根本不行 有阿金仔 你有沒有見過金仔在這場出來教過 好像是 但他之前在結子的作用 或者他的位置是 戰術教練 戰術教練 即是只說 你有沒有這麼說 你有沒有這麼說 朱sir隔壁那些都很勤力 你別這麼說 嘉賓的立場不代表本台 世榮其實是有了的 那場對北區很驚訝 深水波是輸一比四的 沒有想到北區 踢出來是可以這樣 還有那兩個泰國的青年隊 其實不是有一個是前U23隊長的 柏羅邦 即是前鋒那個 那打一閘那個 柏文 柏羅邦表現正常的 他很想入球 他射模作弱很強的 但柏羅邦真的去不了他 柏文是打左閘 中堅都可以 左中堅左閘 但真的不行 他的感覺是來這裡學踢球 即是證明了港超的水準 都比泰國更高 那不同 泰國的U23 因為泰國的U23 都是踢太平的 那泰平是甚麼質素 就是記不記得我們之前 那隊 什麼布吉 什麼布吉海豚 那隊真的搞不定 球員你會這樣 布吉也有海豚 就知道了 那隊 我記得那一場 泰平我沒有看過 當然 但是那一場結智對他們的優惠錯 我們兩個看過的感覺就是 我們以為對手是酒店的職員組隊 像啊 真的像啊 你明白嗎 所以泰平的質素是多低 那是甚麼呢 文內的球員 聽到哭 比較偏瘦 是的 有哪個泰國人 不是偏瘦黑黑的 你又好像是對的 哈哈 剛才說到 鄧冠賢 就不知道何時 可以 熱鍋上的螞蟻 回去教書 是的 可以回去教書 可能都要熬到九月 否則請不到人 找不到教席 那我們就 反而有另外一個 球壇重量級的教練 回歸 健巴 健巴回來執教大埔隊 我們這裡有兩個大埔人 但是一個沒有看的 我們先問有看的 有看的大埔人 怎樣看堅Sir回來 其實已經是有期待的 有期待 我不是很清楚他當時在東方做體育總監是甚麼玩法 但是 我一會兒講給你聽 我想知道 因為那時候又不是很看的 其實東方那時候 他不是整隊 泰國奪得冠軍 拉隊過東方 不是教了一年的 其實是因為 傳聞的 傳聞的 傳聞就是因為教了差 但是他的教育今天很貴 所以不能炒 就開個體育總監的位置放在那裡 香港很多隊伍都是這樣 沒有事情做的 你想想當時 潔志的施利斯高域就是這樣 又是教不了 竹球總監 對 之後又是升他做足球總監 都要兼技術總監 對 但是結果就是 都是坐的位 對 都是坐下 好 繼續 期待 接著呢 首先我不肯定肩班有沒有轉會拳 但我覺得今年簽的幾個球員 都是很重點的 因為去年 其實看大埔 你會看到李嘉豪打中堅 身高上是真的有力量 真的有力量 我真的尊重他的 因為他放球 或者拼勁都是有的 但不是中堅位 是的 但是他 他真的 簽了一個高佬 大家都看到他的頭鎚 完全是過不了他的高波 非常之厲害 我會覺得其實大埔今季 我是有期待的 首先我不說最新的 阿力斯組 我覺得阿力斯組真的可以 但是簽馬高斯山道士 首先他新高在那裡 你會感覺到他是少有 港超裡面一個 頭鎚有 頭鎚有的中堅很多 但他頭鎚有得來 下三路防守都OK 不差的 是的 他拍著另外一邊中堅兩個 加起來其實是掃到不少 我覺得加貝爾 這個是大埔守得和的基礎 我覺得是 剛才你還沒想到一個字 我會覺得是統治力 在禁區裡面 你真的不容易過到對面 我亦都想起就是 你說的那個球員 山道士 山道士 有時候在小禁區 別人想落底傳中 他很多時候都會集到一顆球 可能都受益於他的腳長 折下去那天都挺準的 而且他可能身形也不算很 他高大他不是很大份的 偏溜秀的 所以他速度也不是很慢 他不慢的 所以堅巴找外援也有一手 他還不老 27歲而已 當然入籍就難了 但是他27歲加上加貝爾 可能都可以打到幾年 加貝爾也是29歲而已 我想大埔本身的定位 可能都是 他不會是想玩一兩年的 我意思的所謂定位 他的目標擺在哪裡 我想他的目標未必是想跟你爭貫的 但我想是三四名 上年流浪和他就差一點點 對 是 我想他今年的目標也是這樣 對 你說他和李文和杰志 班費都不同 錢都不同 這兩個大媽撒 這兩個大媽撒在這裡 沒問題 那你就差做他們之後 大家沒有提過東方 哈哈 東方那隊佛山隊 最近又要打中秋杯 中秋杯 算了 還有我覺得今年的大埔 有一兩個是很突出的 陳少軍 陳少軍 鄭子森 這兩個都打得好 我會覺得 我會覺得 反而 陳少軍是因為他兩場都絕殺 再加上他本身有一種 含金味更加重 他有一種傲氣 他很有一種傲氣 小爺仔 陳少軍 那種感覺 巴西清訓 巴西清訓 對 巴西清訓 和尼瑪同期 尼瑪同期 尼瑪不是生道士 對 同期而已 他沒有說哪一隊 你九七年出生 可能要麥巴彬同期 哈哈 他小時候 對 他還小時候 他要叫你師兄 如果要踢球 小爺仔他有一種傲氣 我不服輸 所以我就要 捱 你一球 他就有很多絕殺 鄭子森是打得好的 但是他是 某一些互球 或者可以再好些 但是 尼瑪是真的差不多 旧期了 但是那次很有趣 尼瑪很肥 對 然後他又突然爆了很漂亮的助攻出來 因為那一場其實是 我沒有想到 尼瑪肯定是 多數都是中後場輸球 換進來斬兩球 對 對 你見他蹲蹲蹲蹲 但是那一場是有戰術意思 尊重 他是打前鋒支點 他是打前鋒支點 頂到最遲 接著就交個好球出來 後上陳兆君就有 對 很明顯其實 不要計算過一球 其實完全是堅巴所想的東西 他就是期待這90分鐘會出現一次 這個機會就足夠 誰知道就真的有一個這樣的機會 對 因為你沒有想過尼瑪 他身形又不高 他可以打到支點前鋒 而且他整場的進攻板斧 要不就是盧仙奴速度 反擊 一兩球是這樣 還有就是靠他的支點 和陳兆君 靈光一閃 對 然後後面大埔還有誰打得好呢 我覺得蔡立正是酷的 雖然我不明白為何劉朗簽了 都要借過去 完全是花錢 你立刻上來問一下 我怕他不回答 我不回答了 這些 免得你們又吵我了 謝家榮功不可沒 肩巴有些適合 其實肩巴有一件事 我也不知道是否叫悲劇英雄 他有點像摩連龍 不是說能力 他的性質 他很適合打防犯 他很適合 他一直都 堕到很厚 死塞著你 捕你一球 這些打法如果中下 根本很吃香 因為我沒有聯賽目標 我純粹要漂亮的名次 你靠防守就行了 但好像他去到東方 那時候東方也是斑霸 你給不到期望給球迷 期望的意思是 球迷不會想看你拿著斑霸的名字 還是死手捕一球 最難湊的球迷 最難湊的球迷 全世界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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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難湊的 因為我看對東方的球迷 他也是不停的 而且Philip在中間也有不停 喊著一對球 陳小君 陳小君 在中間喊著一場球 很明顯看到他是 很想用他 帶起其他隊友的士氣 之前我看大埔沒有 就算是寶蓮奴 也是靠他自己個人能力 吃一兩球 透過這個方法去鼓勵 但是 少爺仔在中間喊著全隊 我想到另一個領隊 更加像他 可能是艾美麗 也是 因為艾美麗 其實他在 咦 你有話說 我以為他想說 好像天鵝 對不起 無論是維拉利爾 甚至上季教AV 都是踢防範出色 但是他去到阿仙奴 是否能夠發揮 或是能夠見到球迷的期望 有些教練 他可能真的防守出色的進攻 他注定就是教不到強隊 是的 其實是的 我也覺得真的 我們這裏都有球隊領隊 你覺得你是進攻優勝還是防守優勝 我教球我一定是防守優勝 我也覺得防守優勝 你們拉開少說 照說吧 我調整防守球員 是比調整進攻 看得出的 因為我這裏 其實跟陳廟明差不多 就是手拿完 然後前面開Party 是的 所以前鋒就被我用到這樣 我是後衛 我會覺得大埔很期待 但是不可以期待他要打到水人射地 這些其實就是朱智光說的 朱智光真心說的 這些就是學界足球 是的 學界足球 我覺得大埔的定位 或者期待 雖然我半個大埔人 我覺得他的定位是 上年的港會 那個class goal一班 上年的港會是中游班 只是吃主場 是的 主場 只是搶著主場 我馬上想到港會 大埔運動場沒有東西 是的 我只是想到 所以他的定位是 偏向上年的港會 拿個名次 上年港會是第五 五零六的 第五 我預計都是四五這些位 希望不要給我燈你 我覺得大埔暫時很穩定 他這個打法 因為不是靠個人能力 他是靠一個很齊心的戰術 所以他的戰績不會太浮動 他會很穩定 我吃到就吃 吃不到就沒有 還有其實港超 今年 其實劉朗 打完阿冠 打完十場之後 其實是對了 累啊 對 因為十場 已經完了 一個星期要你打十場 就很辛苦 我見到 他後面那些追兵 好像都追不到上來 所以其實大埔 我會覺得是穩衣的 穩衣嗎 收到你了 三 三下季可以打亞洲賽 對 我覺得他有機會 好 因為我們下一季 我們今季的聯賽成績 是會落下一季第二級亞洲賽 對 阿八杯 阿八杯 哈哈 三好像太高估 你不可以期望他長一場都這樣 但是老實講 你要想 陳少均他都絕殺九十三分鐘 下面的追兵 其實有多少 南區 對 前兩隊傑里沒有得走的了 那其實是 東方南區 東方今年沒有 東方今年都沒有 東方今年真的青年軍 真的沒有 那只剩下南區 南區 流浪 好像都弱 流浪是看前期會失多少分 我感覺到流浪 對波後期 頭完一輪之後應該會穿上來 但是要看前期這一段失多少 其實流浪現在的骨架都是 可能靠耳不謙 但是 再之後可能中場其實 流浪簡單說 那十一個人是可以的 那班後備是不行的 那班十一個人 但是 AV還有多少 對 AV還有多少 要Depend他看多少AV 我知道 要Depend他看多少AV 就是 魯郡爾 都真的老了 老實說 其實我覺得慢慢他們兩個退下來 他們其實本身是很好的 他是用兩個老大哥去帶著 整班新人 那班人 但是其實你見今季他們兩個的動作是遲上退的 兩個分別接了 魯郡爾都公民 是兩個分別 一個是港甲的主教練 一個是港粵的主教練 那其實你感覺到他們是Polo的 開始準備都退 所以如果是想看這兩隊中場 就是中場孖寶 見一場是一場的 那經家官大概在這裏 我們講講講隊了 Red的生活台聯成No.7球衣專門店 為你帶來獨家球衣唐刃優惠 只要你LikeLikeLike我們的Page 甚至成為我們的訂戶 就可以專享 唐刃球衣優惠 想知道唐刃球衣優惠層請留意 置頂留言 No.7球衣專門店地址 旺角西洋菜街74號 旺角城市中心11樓一室 或許 選擇 枱法 旺角城市中心11樓 這一節 拜託 by bwd6